十岁男孩身高一米三,体重却有一百八十斤 食欲惊人,胃口极大,体重一路飙升 减肥多辛苦,自有肥胖之 导致他肥胖的原因是什么?最终他能否抵制诱惑,减肥成功呢? 敬请关注小胖减肥剂 进入真实,服务民生,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一起看两张照片 这张照片上的小男孩可爱,帅气 而这张照片上的男孩却显得非常肥胖臃肿 这两个人的长相实在是相差得太远了 谁能想象得到这是同一个孩子呢? 这个小男孩叫徐周磊,人称小胖,今年11岁 来自江西省丰城市的农村 那这个徐周磊的身材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他到底经历过什么呢? 他这样肥胖的身体能够瘦下去吗? 要说清楚这些啊,咱们还得先从去年的一条新闻说起 晚上八点,一位哭泣的小男孩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他是谁?他怎么会一个人在火车站呢? 你怎么来的? 坐火车 坐火车来的? 是哪个水素你来的? 对,对,爸爸 这位男孩就是徐周磊 他为什么会被家人送到火车站 并且身上还有殴打的伤痕呢? 在当地派出所民警的帮助下 徐周磊连夜被送回了家 为什么一个年纪小小的孩子 会流落在离家60公里外的南昌火车站呢? 孩子打得可能比较重一点 但是他呢,很生气 看来儿子被爸爸打是确有此事 那爸爸为什么会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下狠手呢? 饭啊,和的菜啊,什么都吃了一家的 吃了就走 看到人家冰箱里面有东西吃 他也去吃 原来是偷吃东西 看看眼前的徐周磊 十岁,身高一米三 体重却达180斤 而同龄的孩子体重也就六十来斤 足足超重了120斤 因为这肥胖的身体 别人都叫他小胖 人家唯一的爱好就是一个字 吃 一桌子的菜 五碗饭 一个人全部吃掉 不管什么菜 吃到人家嘴里 那就一个字 香 像小胖一样 近几年我国青少年肥胖的人数也是越来越多 据统计 一百个男生中就有八个超重 五个肥胖 一百个女生中就有七个超重 两个肥胖 那怎样才能算出体重是超重了 还是肥胖呢 拿咱们的体重 是以公斤为单位的 处于咱们身高的平方 那么一般是24之内 是一个正常体重 那18到24是一个正常体重 那18以下呢 我们认为是一个销瘦 那是26叫轻度肥胖 28叫中度肥胖 到30以上啊 比较重度肥胖 所以像小胖这样体重明显是肥胖了 可是看他小时候的照片也不胖啊 那他是什么时候胖起来的呢 我们也电话采访了小胖的妈妈 徐春秀 当时家人也没在意 孩子爱吃嘛 也不是啥坏事 可就在小胖三岁的时候 一次出游回来 家人突然发现坏了 医生也建议 如果小胖的家人 此时能及时控制孩子的饭量 让他少吃肉类油炸食品 也许小胖就长不了那么胖了 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 随着小胖一天天的长大 他的体重更是一路飙升 2003年不满三岁的小胖 原来只有20来斤 海南回来之后 增值将近40斤 4岁半的小胖体重已达70斤 5岁80多斤 6岁的时候 不到一米高的小胖 已经100斤了 看看小胖说话也有些不利索 最重要的是由于他胖 幼儿园的老师还拒绝接收他 小胖的家人一看 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才痛下决心帮助小胖减肥 看看小胖的爸爸给他炒的菜 为了帮助儿子减肥 爸爸也只好跟着小胖吃精菜了 可是减了半个多月 儿子没能恢复正常体重 爸爸倒是瘦了四五斤 谁煮的青菜都能吃得津津有味 真是无奈啊 饮食控制失败 小胖的体重还是继续突飞猛进的增长 七岁的小胖体重116斤 八岁时一米多高的小胖体重已达120斤 九岁的时候他的体重已达到了142斤 家人没有办法 最后想到了针灸减肥 瘦了45斤 体重也恢复的差不多了 小胖终于可以上学了 可是这一上学啊缺少了家人的监督 小胖又把握不住了 那个小胖是尝试的 人家就多个面包啊 包子啊 馒头啊 等我减着吃 看这仅仅一年的时间 小胖的体重反弹了80斤 身高一米三的他达到了180斤 你看看他这一只小胳膊呀 抵上了他爸爸的两只胳膊 一条腿抵上了他爸爸的三条腿 小胖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因为行动不方便 他经常尿床尿裤子还没有办法控制饮食 他甚至到垃圾桶里捡东西吃 不得已小胖退学了 那像小胖这样的肥胖儿童容易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哎呀我这心里真是替小胖那一把汗啊 十岁的他体重已经达到了180斤 这比一个成年人还重上好几十斤呢 父母也犯愁啊 农村家庭 为儿子减肥已经花了好几万了 可这效果依然不明显 这再胖下去还了得吗 就在这个时候好消息传来 武汉的一家减肥中心愿意跟小胖儿进行五个月的免费治疗 小胖儿来到了武汉开始了新的减肥生活 那小胖儿在减肥中心过得怎么样呢 究竟有没有瘦下去呢 咱们广告之后继续来看小胖儿减肥剂 好 走快一点速度啊 你瞧瞧我们小胖儿多冷感 胖儿走得好快啊 干嘛呢 干嘛呢 进入武汉的这家减肥中心之后 医生为小胖儿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和围细一周的医学观察 肥胖已经影响了小胖身体的正常发育 最终医生确定 小胖属于暴食症引起的单纯性肥胖 根据小胖的状况减肥中心决定 为小胖制定了详细的减肥计划 其中第一项就是加强运动 主持人类中的时候 大量的肥胖 peak Emmy où 挺 PHY 怎么 不要啊 почему不要啊 不是不好 不 不 怎么不 还有2秒 医生也说肥胖人容易自卑 所以更需要关心和鼓励 否则就很容易自保自弃 原来小胖每次在偷跑之后 都是到街头买东西吃了 他还是看到了好吃的就挪不动步子 可是就在这一天 小胖的美梦被打破了 小胖 背着减肥中心的医生 小胖私自藏了买回来的一小包薯条 打算藏在书包里带走吃 可惜走到门口的时候不完住了 还有我们也开干净 放在这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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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东西 走多少菜 九十六 九十五圈跑步为代价换来了 喜滋滋的小胖看到这久违的美食 一下子就忘了他正在减肥呢 偷吃会给减肥造成负担 小胖儿你什么时候才能抵挡住美食的诱惑呢 最后医生想出了一招 原来网络上报道的中国第一胖人 身高一米五五 体重却达到了四百五十斤 由于他过度肥胖 身体已经出现了病变 这个消息让小胖很害怕 他痛下决心要好好配合减肥 这天小胖发现减肥中心的一位姐姐正坐着吃薯条 他能抵挡住美食的诱惑吗 有没有吃啊 好累哦 好 我看起来 你吃了 今天最后一个 今天最后一个 吃不起了 今天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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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胖表现不错 人家对美食是丝毫不动心 要继续努力了 半个月后让我们来看看小胖的减肥战绩 它现在一米三四了 嗯 包四了 包四斤呢 是的 现在是113 小胖来来的心梅 软来的心梅是119 你现在是减了6公分 肚子现在是122 小胖来来 是120 它就是等于是肚子减了8公分 8公分第一 半个多月已经减下了十多斤 这个效果已经很不错了 为了鼓励小胖 医生决定带着小胖去逛公园 别看小胖这么胖 出了门可是很受欢迎的 红酷酷的脸上那是一脸的得意呀 踢剑子打羽毛球 人家是一个都不能少 正当它玩得尽兴的时候 却突然当于尴尬 你坐什么 坐飞机 坐什么 坐别的吧 老板我玩的坐飞机 坐不下去啊 我有坐飞机 两个飞机也坐不下去 太胖了 太重了 那再回家好好减肥 减瘦了再来好不好 好吧 无奈的小胖在游乐场徘徊了好久 都不愿意离开 哎 都是肥胖惹的祸呀 小胖啊小胖 你要继续努力了 这几年我国农村肥胖儿童也是越来越多 并且五到十二岁是高发年龄段 少儿单纯性肥胖并发率为百分之五 其中家长不良的喂养习惯 对孩子的过度溺爱 是导致小孩肥胖的重要原因 所以专家指出 预防肥胖要从小从早抓起 行不出前的我们给小胖打了电话 现在呢他已经回老家上小学三年级了 个子长到一米四二 体重呢是一百四十斤 确实比以前瘦了很多 但是和同龄的孩子相比 还是要重上五十来斤 所以他现在呢 每天还在跑步运动坚持减肥 看到儿子减肥减得这么辛苦啊 小胖的妈妈也说 现在他特别的后悔 当初就不应该灌着孩子一个劲的吃 原想着现在农村生活好了 孩子想吃点什么就吃什么 没想到能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来 看来真的是这样的 爱孩子也一定要讲科学 否则就容易适得其反了 今天那是119消防日 说到这生活中的科学啊 我想问问大家 您知道在农村的生活环境里 有哪些可怕的安全隐患 没有被咱们注意吗 今年秋冬季节 官部在全国开展了青角火焕战役 已经彻查了75100个行政村的生活环境 那究竟发现了什么问题呢 从今天开始生活环境即将推出青角火焕进行时 知识提醒 让我们跟着现场镜头 把乡村生活中的安全误区一个一个的找出来 在城乡结合部这儿 商场超市可是人员密集的地方 直播 广东省消防总队东莞支队 在青角火焕行动中 就来到了人员密集的地方 商场进行消防检查 这里会有火灾隐患吗 看看还真有 安全疏散标志损坏 疏散通道和疏散楼梯堵塞 万一这儿要发生火灾 那后果可真是不堪设想了 截止目前 广东省消防总队东莞支队 后发现火灾隐患2.2万多处 临时查封219家 这些查出来的隐患 已经责令限期整改 今天有讲收拾的问题是 答对的观众有机会获得 周奖万保太阳能一台 月奖 广州万保集团冰箱有限公司提供的冰箱一台 没有向导就走不出来的千年古村落 已经晕头转向 能演七天七夜的木连戏 能直接喝的油 能做点心的茶 开花同时有结果的树木 带动了一方经济的发展 踏着失先李白的足迹 小时还能有哪些意外的发现和惊喜 探秘古辉州 您足不出户就能畅游辉州大地 大地道 小时 微观众有这个世界 Loyola 德国